臺灣杯國際移民足球賽 是備受移民工朋友每年期待的 國際足球交流賽 受到疫情一再拖延 終於在9月24號及25號 於新莊田徑場登場 我們有一個聯盟在北中南 大概各自有兩隊的冠亞軍隊 上來比賽之外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們有邀請了 印尼足球大聯盟的冠軍代表隊 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甘比亞的球隊 然後在這邊一起比賽 所以這一次一共有8隊參加 2015年年底開辦的 臺灣杯國際移民足球賽 讓許多在臺的外籍移工 及外籍足球愛好者 能夠有一個平台參賽 而這一股外籍人士的足球熱 也逐漸融入臺灣 足球是世界的語言 那我們也希望說透過足球賽 能夠讓我們不管是臺灣本地的球員 或者是喜歡足球的朋友 跟我們這些來自各個國家的 海外的移工藍領 藍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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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這個加入到我們的臺灣本地的 這個基層的這個足球的比賽裡面 臺灣外籍工作者協會 明年將積極與地方足球委員會合作 促進外籍球隊落地基層 共同成為發展臺灣足球運動的一股力量 以上新聞記者林正傑 新莊採訪報導